哈喽大家好,我是飞行员 这是一局2,160匹联邦赛 也是蓝神出席夜打的最好的一局 一级来到现场,兑现马超 先敲两压和蟹,积攒怒气 再上去打马超 此时张良突然出现 不要慌,二技能一开,先打张良 中路不要给我发信号 发信号影响我操作 谁来谁死 二级就上杀,实在有些离谱 肯定会被对面打野重点照顾 蓝神也很聪明,躲在塔下 拿也不去,你也拿我,没办法 现在要开始我们 干个意识要学到位,知道吧 如果你因为一波双杉而飘的话 他们可能会越来越针对你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谨慎一点 让对面抓两波没抓到的话 他们就放弃抓你了 这么晚就无敌了 五级这波中路打架 张良也用过了大招 蓝神抓住机会 来到对面野区盾人 没急跑 惊喜的晕过去吧 这波这个龙不要直接去清了 这波告诉你们一个小技巧啊 这个兵线我已经确保能在塔下了 我直接把这个龙拉到防御塔旁边 按补刀 贴到这个防御塔按补刀键 这样子又能A到龙 又能A到这个防御塔 知道吧 你看三分钟我们拆一塔 谁行 张良这波没状态的 不可能来抓我们 这个塔再卡一下血量 谁行啊 谁行啊 马超连续被弹杀 一塔又被拆 已经够惨了 然而蓝神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七级这波 看到马超倾线 大闪上去 再次弹杀 秒掉秒掉秒掉 直接秒掉 张良都不敢露 露就被西斯拉 来到八级 马超不长激性 又出来倾线 被蓝神当场拦下 马超表示 这游戏太难了 终于在实际这波 赖神拆上路而打 看到马超和张良过来 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选择相信其身 会打断张良的大招 结果 我这么相信你 张良没大了 没大了 哇一滴血 八分钟蓝神打完暴君 发现对面中塔 几乎还是满血 随即开启塔剑抽模式 这波听指挥 你们在中左中右 不要转边 不要转边 听一下指挥 来我这边 我跟蓝把边线清了 直接强拆中塔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 不要往边路转 相信我 他们绝对回防两个边路了 来来扛下 太矮上去 去扛下太矮上去扛下 扛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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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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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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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死了都没事 你可以给自己复活对 好 扛两只波没大 拆了走的 我走的 我走的 把他打强点了 最后来承拆完 中路二塔 只为队友 先打主宰 再拿黑豹 全体集合 准备一波 你就让虚实掉个前排出来慢慢打就行 不要硬出 他是干扰 我知道 我上去骗干扰 等一下聊聊 中路有线 中路有线 中路高大了 后面还会搏线 不要动 一鸣 包地别点 兄弟他人退了 别点几下 骗个干扰出来 下路直播可以开 下路直播可以找几тер 看情况散 elsewhere popularity 他没干扰 echang 没这 他没死了 冰没了 兄弟你们队 figures 没这样 可以打 没事了 暗得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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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都给我 一波了 一波了 又死了吗 中了中了中了一波 拿下 就是那個老頭 這就是賴老頭 你別被小兵打死了 就你一個了 你出我甲 你出我甲 好漂亮 除西上大分 對面也有高手 但是顯然我更勝一籌 今天晚上狀態可以 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雙殺的時刻 就這一波 我走肯定是不好走了 怎麼直接就放到髒糧殘血的時候了 我走肯定是不好走了 這波我只能反打 那個髒糧他的那個牆已經用掉了 這個時候我就第一時間反打 髒糧交散我們再交散 然後我們為什麼能反打 因為這個馬超還沒有搶線 這個髒糧已經露頭了 說明這個馬超 這一波就算把線清了 他也升不到兩級 因為髒糧會吃他經驗 知道吧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果斷反打 閃線 這一下馬超要戳 然後拉到兩個 可以 並且開了個二技能 他又戳不通我們 前面其實更細緻 這個沒有細節到位 這都沒有細節到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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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